新北好茶活动在上个礼拜在平林热闹的展开 获得今年冬茶特等奖的平林茶农镇年生 特别捐出了一斤的得奖茶叶来意卖 最后是有一位旅行社业务经理刘介元先生 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 而且还同时购买了平林的万岁茶 总共花了10万元 他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平林的好三好水 所以希望借此来回馈乡里 新北好茶活动日前在平林热闹展开 今年冬茶比赛的特等奖是由平林茶农镇年生所获得 而为了回馈地方 镇年生特别捐出了一斤的得奖茶叶意卖 最后是有一位旅行社的业务经理刘介元先生 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 他表示非常喜欢平林的山水 也很爱喝茶 因此在因缘机会下知道了意卖活动 所以希望借此能够回馈乡里 刚好也因为朋友的关系 所以说时常来这边 那参观平林的这边的好山好水 所以说想说来赞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我们平林的包总茶 然后能够不单单是只有在台湾的人可以知道 那也可以把它发扬到国际上面去这样子 所以说特别赞助这样子 除了买下特等奖的茶叶外 刘介元同时还买了平林特有的万岁茶 总计10万元 平林区长吕学济表示 这笔善款将会妥善的运用 包括作为老人共餐活动使用 希望能够让银罚长辈获得更好的照顾 我们也会善用这个公益的款项来支持 我们刘先生这项一举 当然还有特别 他也对我们这些平林的长辈非常的支持 希望配合朱市长推动 所谓我们银罚的这些长辈的服务 所以这个我们万岁红万岁清的万岁茶 这些阿公阿嬷的做的茶 他也借这个机会 特别也赞助了4万块 来为我们这银罚来支持 今年的银罚好茶活动 不但热闹滚滚 吸引了各地民众来到平林品尝好茶 更因为有了这样的义卖善举 让这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充满了无限温暖 记者杨宝耀周芳琪 平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